看起来 就很美味 吃起来呢 更美味 谢谢你 饶和多了 为什么帮我 帮就帮呗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应该是 因为你喜欢我吧 你又这么想 也可以 我没有关系 跟你说 喜欢是两个人的事 你如果单方便的话 是不可能的 那你这次想多了 我对你这种人没有幸福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说 我在说我 我 借酒消愁也是没有用的 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去找一个合适你的人 过得开心一点 我 不吃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地吃个炸鸡啊 吵吵吵吵 吵死了 我说了我不吃 你吃一个 不要 你吃一个吗 我不吃 芦妇 孤寸 我 我 我 你能让我 你 我 我 安静 找我什么事 坐吧 他追 他逃 他说 你要对我的初吻 负责 昨天的炸鸡 我发现有一家炸鸡店很好吃 晚上带你去吃 也算是补偿你 炸鸡 又是炸鸡 吃腻了我 你昨天不是说你很喜欢吃炸鸡吗 怎么突然间又吃腻了 我喜欢吃的东西很多的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绒 烧鸭烧鸭 烧鸡 卤鸭 卤鸭 烤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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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一只炸鸡腿满足不了你了吗 它再能满足我 它也只是只鸡腿 炸药鸡 能不能负点责任 我跟你说做人要有始有终 你如果一开始就不喜欢鸡腿的话 你就不要去招惹它 或者中途对鸡腿提出要求 但你不能一句话不说 就突然对鸡腿冷淡 那个鸡腿肯在乎吗 我当然在乎了 我是说鸡腿 莫名其妙 那以后不吃鸡腿了 改吃鸭腿 干什么 张小琪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遇情顾重 怎么还把他给逼急了 莫 莫名其妙 耍什么花样 我能耍什么花样 我一堆工作没错 被你拽进来 聊了半天 什么鸡腿 什么奇怪的 真的是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就要来玩这种刺激游戏 并且伴随着你的大喊 不要 试一试吗 大声一点了 你的用力这样 踩着它然后伸乎蟹 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胸就会变得很开阔 试试 试一下试一下了 你跟着我的节奏啊 听听心跳有没有加快 呼吸心跳怎么会加快 真的加快了 有没有感觉到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给你来个转圈 我 你 怎么还不开心吗 我经常会梦到 我妈最后一次 带我做旋转木马 在梦里她坐我前面 我坐后面 但在梦里我感觉 我感觉我好像 永远追不上她 自从我妈过世之后 我每年都会来游乐场 但我就是不敢 做旋转木马 因为对我来说 旋转木马就意味着像 永远的距离 小七啊 这个书上说 地球上孩子是通过母亲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母亲对于他们而言 是连接他们与世界的桥梁 如果有一天桥梁消失了 孩子会觉得整个世界 都与他们无关了 但又不得不在以后的人生里 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方冷跟他父亲的关系 那么不好 所以才格外想念母亲 在世的时候吧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就是想跟你说 就算一个人做旋转木马也要开开心心的呀 你不要只是看到眼前那些风景嘛 你身边还有很多漂亮好看的风景啊 而且那些风景 肯定是你妈妈想让你看到的 还有哦 你不要老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啊 你不是还有我吗 笑了哟 笑就要一直保持下去哦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